新年快到了 民众忙碌之余 也别忘了注意保险是否买了 2月15号是申请加州全保的截止日期 保险专家特别提醒市民 尽快加入健康保险 否则2016年报税时会增加比较多的罚款 现在有很多民众都有收到1095A的表格 那这个表格是因为如果您在2014年 有通过加州全保Cover California 有购买健康保险 那如果您每个月有拿到政府的补助 那这样子呢 加州全保会在最近给您寄来这个1095A的表格 那表格里面会显示出来 您全家有机扣通过Cover California 加州全保购买保险 那每个月政府到底有给您多少的政府补助 那如果您收到这封表格之后呢 您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个人信息 是不是正确的 那包括比如说您的姓名啊 社安号码啊 包括住址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您就可以把您的这一封1095A的表格送给您的报税会计师 那因为我们知道在购买2014年健保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用预估的收入来算到底可以得到多少的政府补助 那所以现在您在真正的报2014年税的时候 会计师就会看一下您今年的实际收入和当时预估的有多少差别 那当然了 如果您的预估收入比如说是2万8 但是如果您的实际收入是3万块钱 您就要多退回去一些政府补助 那如果您预估的收入是2万8 可实际报税出来的数字是2万6 那这种情况下 IRS国税局还会再多退一些政府补助给您 那如果您家里有白卡的小朋友呢 他们是没有办法收到任何1095A的表格的 那另外一部分民众如果您是通过保险公司自行购买 没有得到任何的政府福利 那这种情况下您在今年也没有办法拿到1095的表格 那如果您的报税会计师有问您 到底怎么样提供证明是说我在2014年有购买健康保险 那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提供您的信用卡 或者是银行账单 证明我每个月都有购买健康保险 那如果您有团体健康保险 在今年也不会有收到任何的1095的表格 那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您的1095表格 您可以联系一下加州全保 或者是联系一下您的保险经济 让他们再给您重新寄一份表格 那当然了 如果这个表格上面的数字 您觉得有任何有问题的地方 您要尽快和加州全保联系 看一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最后才把这个数字准备好 那不管有任何关于1095A的问题 都欢迎您咨询一下保险经济 让他们给您做一下最正规的解答 您'll see you next time